这部片终于来非常开心 有说到一段就是过程 别人还蛮羡慕你可以抽到 对 对啊 因为 我来台湾上片 除了要拍电影本身 还得要有手气 然后我们就抽签抽到 四个一年以后 终于志青春可以在台北上映 然后跟内地同行 一聊天大家都非常羡慕 包括我正在拍摄的清歌星导演 也就是我正在主演的那部电影 都没有抽中 所以大家都非常羡慕 我们有机会能够跟台湾的观众见面 就是说自己拍的电影 可能也是跟Mark有关系吧 我可能用了一个台湾的男主角 可是他 沾了你一点地气 对我是福星 我们俩双福星 两兆 对 对 会不会大家去试隔一年之后 好像大家可能觉得之前就已经看过 你的台湾的票房 不会有什么意思 当然对于台湾的票房呢 我是非常的没有信心的 就是对 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值得看的一个电影 虽然我没有信心 但是不妨碍大家去看 因为看了是不会觉得后悔的 因为很少 我至少觉得我很少会花人生中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 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这是我花了两年非常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它有它的效果 这样的 而且确实也是在 不管是内地呀 包括香港金像奖 台湾金马奖 就是说是他们还都是对这个片子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了也不太会遗憾的 因为我有时候选电影也喜欢看 后过什么奖 后过什么奖 我觉得这也是我判断一个电影该不看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觉得台湾观众如果有空可以去抽空去看一下这个电影 刚才你说原本的原著小说是希望你来演的 对 那你自己看完电影以后 你觉得女主角跟哪个片段是最像的 哪个片段跟你自己是最像的 你自己有感觉吗 嗯 其实是因为她本人跟我长得特别不像 因为她眼睛没有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来演的话 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 对 对